夜神月还以为被父亲所救是一件幸事 可是在逃亡的路上 总一郎提起自己被因缘劫持的案件 他也死于心肌梗塞 艾奥认为那是夜神月成为基拉的起点 面对父亲的质疑 夜神月发自肺腑的辩解 我只是一个躺平主义者 怎么会为了所谓的正义成为基拉 这些说辞没有说服总一郎 他甚至掏出手枪瞄准了夜神月 如果你是为了我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那我就有责任收拾残局 就让我们两个杀人犯在地狱里重逢吧 在夜神月惊恐之际 总一郎竟然扣动了班机 但是夜神月却发现 他的身上并没有出现伤口 总一郎抬头向艾奥汇报 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 整个仓库里装满了摄像头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艾奥设下的陷阱 如果他真的是基拉 那总一郎早就死于非命 同样的方法也在米海沙身上尝试过 结果也所差无几 艾奥将两人召回一起抓捕基拉 可是他们当回到基地 艾奥就拿出手铐锁住了夜神月 他想24小时寸步不离地 守着自己的目标 洗脱嫌疑和仍然保持怀疑 并不冲突 虽然夜神月极力反对 但还是无法改变艾奥的决定 四叶草的八位干部 也准备改变行凶手法 制裁罪犯可以利用心机等色 至于他们的真正目标 最好还是死于意外 要不然他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他们甚至不用了一位侦探 来调查警方的进度 夜神月主动提出 他希望加入抓捕基拉的队伍 反正你也是怀疑我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和大家一样都想抓住基拉 艾奥不仅没有反对 还为夜神月的能力做出担保 他拿出钥匙解开手铐 就让我们合力逮捕基拉 给所有的一切做个了结吧 八位干部首当其冲 成为本案的最大嫌疑人 艾奥决定利用四叶草公司的试镜活动 进行潜入调查 松田假扮成米海沙的经纪人 而夜神月的身份则是化妆师 在进入25楼之后 夜神月和两人分开行动 艾奥也在米海沙的包中 放置了监视器 整个面试过程 都在众人的监视下进行 一个名为巴贝尔的侦探突然出现 他知道米海沙 作为第二吉拉的嫌疑人被审问 于是问了很多关于艾奥和探员的信息 米海沙也没有一点隐瞒 把自己了解的事情如实相告 巴贝尔是世界排名第四的侦探 基于前三名的真身都是艾奥一人 所以他的实际排名是第二位 而夜神月走进卫生间 他换上准备好的服装 扮成清洁人员 在艾奥的指引下 寻找八位干部的会议室 他进入之后将门反锁 然后在高处安装摄像头 恰巧一名保安经过 发现房门被锁 情况危急 总一郎命令儿子赶紧撤退 可是现在的夜神月 比任何人都想抓住基拉 他铤而走险 不肯放弃 终于在保安进来之前完成任务 在他们回到基地之后 八位干部的例会也开始了 他们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竟然是要不要除掉米海沙 还好有人提议 万一他真的是第二吉拉怎么办 这件事需要基拉来做决定 艾奥推断 如果基拉就在这八人之中 他应该会私下联系米海沙 他们又开始了投票环节 这次选中的目标 是敌对公司的总经理 只有十秒 他们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总伊朗提议 用这段视频作为证据将八人逮捕 艾奥却提出反对意见 很遗憾 只有等刚才提到名字的人出了意外 这视频才能成为证据 这时巴贝尔进入会议 他认为四叶草公司已经被人怀疑 他们最好安静潜伏一个月 再联系基拉实施制裁 八人赞同他的说法 全票通过暂时潜伏的计划 艾奥自信满满地说道 他们信任巴贝尔 所以不会轻举妄动 而就在此时 艾奥竟然接到了巴贝尔的电话 忘记告诉你们了 巴贝尔可是我的老熟人 我和管家都称呼他为尼亚 原来巴贝尔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白发侦探尼亚 一切都如艾奥预想的一样 果然在八位干部里 有人私下联系了米海沙 艾奥也准备了一个周密计划 就在今晚 基拉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叶神月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直用刘和这个假名字称呼艾奥 米亚也向艾奥提问 为什么让叶神月参加缩补基拉的队伍 你确定他就是基拉吗 这样惺惺相惜 却又不死不休的两个对手 终于在叶神月失忆期间 迎来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一档直播节目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 他自称见过基拉的卢山真面目 还提及到四叶草公司 八位干部之一的南山 立马打电话通知其他人 神秘人说他会在节目结尾处 公布基拉的身份 关键时刻 节目组的屏风轰然倒地 他们立刻认出此人 就是米海沙的经纪人 他一定是听到我们的对话了 南山提议联系所有人 委托基拉除掉松田 然而南山早就被巴贝尔收服 巴贝尔赌上八分之一的机会 认定他不是基拉 南山出卖同伴的条件 就是他会得到爱傲的赦免 叶神月两人推测 如果基拉就在八人之中 他一定会除掉松田 可是他们掌握的名字是假的 基拉能做的 就是打点米海沙 确认经纪人的姓名 他的手机果然响起 打电话之人 就是八人之中的火口 叶神月响起 在白天的时候 也是火口私下打点米海沙 还说了解真正的我之后 你一定会喜欢上我的 他们已经确定 火口就是基拉 发现笔记失效的火口 只能来到米海沙的公司 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从员工档案上 找到松田的真实姓名 艾奥期盼已久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如何取人性命的 火口写完名字 就开始数秒 40秒过去 松田依然生龙火虎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没死 看到火口失败发怒 两人还在好奇 他何时动手了 他走投无路 最后只能跟死神维母 做起了交易 看到火口走后 叶神月提醒总一郎 见到目标立即逮捕 艾奥却反对他的做法 他必须知道 基拉的行凶手段 叶神月毫不退让地反驳道 即使知道了他的手段 只要失去同伴的性命 你就不算赢 此时超速的火口 被交警拦下 他已经杀红了眼 凭借死神之眼的能力 在笔记上 写下了对方的名字 一般情况下 交警不需要出示 自己的性命 艾奥推测火口 和第二基拉一样 探见样貌 就可以实施惩罚 他终于同意 叶神月的建议 见到目标立即抓捕 火口来到眼波厅 先开障碍物 却发现坐在里面的 都是假人 松田在他身后出现 他一回头只看见了背影 他一路追击 直到跑出大楼 门外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每个人都带着头盔 躲在盾牌之后 他想逃回楼内 也被三人切断了退路 聚光灯突然亮起 晃得火口睁不开眼睛 只见有两人 站在聚光灯之下 身穿一黑一白 似对手更似伙伴 虽是必败之局 火口还想拉一个垫背 他从包中掏出一把手枪 瞄准了前方 夜神月反应迅速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 L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夜神月 就连说声谢谢 都有些不好意思 火口被成功抓获 但是却不肯吐露实情 L抢过他的手提包 从中拿出了死亡笔记 他不禁欲间抬头望去 竟然看见雷姆站在前方 L惊吓过度 直接扬倒在地 看着雷姆的样子 他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夜神月见他如此奇怪 于是也捡起了地上的笔记 尘封已久的记忆冲入脑中 没想到天生励志难自弃 吉拉竟是我自己 L想亲自审问火口 他想搞清楚这诡异的一幕 恢复记忆的夜神月 想起自己的计划 但是他只有触摸笔记的时候 才能保持记忆 要想完全变回自己 就要除掉笔记现有的主人 可是他不能在重要的证物上留下证据 夜神月转动表观 他的手表竟然暗藏机关 他利用针尖挑破手指 然后用自己的鲜血 在笔记上写下火口的名字 L刚要进行审问 火口就扑发心机等色倒地不起 L的目光也再一次锁定在夜神月的身上 夜神月重新获得死亡笔记 然后将他现任的所有者除掉 这一操作也让L把怀疑的目光 又一次锁定在他的身上 暴露了笔记的存在 也等同于掀掉了吉拉最神秘的面纱 虽然这是为了救米海沙的无奈之举 但夜神月早就做好计划 把致命缺陷转变成正明清白的武器 因为在失忆之前 夜神月花言巧语迎和刘克 你不是喜欢他好戏吗 那就帮我写两条假规则吧 其中的第一条就是 使用者一旦在笔记上写下名字 就必须在13天之内继续使用 否则他就会失去生命 然而夜神月和米海沙 被关在密室里的时间 都远远超过了13天的限制 既然两人都还活着 L也只能承认他们的嫌疑已经消除 但是L还是希望夜神月 能以朋友的身份留下来 帮助他一起研究笔记的规则 夜神月担心假规则会被识破 自然愿意留下监视L 第二条假规则就是 如果私下或者烧毁笔记 那触摸过笔记的人 同样会死于非命 这样不仅能保住笔记 还能干扰L的调查 也会让夜神月的一些手段 变得不可实现 两人也没有向其他人 透露雷姆的事情 L试图向雷姆 请教笔记的使用方法 雷姆却装作听不见闭口不言 夜神月总算完成了雷姆的要求 他没有继续为难 而是直接离开了应对室 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了夜神月 尼海沙终于获得自由 他紧紧拥抱着心爱的男人 夜神月在他耳边低声细语 把埋草红色笔记的位置告诉了他 不仅交代他要保密 还要独自一人取出里面的东西 夜神月自信满满地看着L 心里得意地想着 等到米海沙拿出笔记 我就用他的眼睛送你上路 原来夜神月让两位死神交换笔记 现在依附在红色笔记里的正式游客 他不会在意米海沙的生命 肯定会同意他第二次交易死神之眼 看着米海沙在森林里挖笔记的样子 莫名有点同情这位心中只有爱情的女人 他很快就找到铁盒还看见了里面的笔记 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 在米海沙回头之后 神秘人举起木棒攻击了他 夜神月正在邀请L共进晚餐 他却突然收到消息 说米海沙被人袭击住进了医院 夜神月闯进病房打断警员做笔记 趁着两人独处之际 他急切地询问米海沙是否恢复了记忆 米海沙一头雾水 心中充满内疚的道疏夜神月 笔记被人偷走了 罪犯死于心肌等色的案件再一次发生 为了守住笔记的秘密 夜神月主动要求参加搜查 他们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 邮川探见有人上门立即撒腿就跑 夜神月推倒房东阻碍松田 一个人追上邮川逼问笔记的下落 还没等他交代实情 松田就追了上来 夜神月只好假装不敌 一边后退一边挡住松田的追击 L认为 这个人不是基拉的模仿者 就是崇拜者 这句话提醒了夜神月 他想到前不久纠缠着米海沙的检察官 他从米海沙那里问出检察官的姓名 又在尤川的家中 发现了魅上赵的名片 他既然是基拉的支持者 或许可以拉拢过来 但是他手持笔记 又不能暴露自己的样貌和名字 夜神月苦思良久 不知该如何试探对方的态度 看着夜空中的明月 他突然想到了死神刘克